黑松适合什么时间修剪?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黑松短针小知识 一黑松短针是特定的时间 通过把老牙头修剪了逼出新牙头 二逼牙只能在树长室旺时进行 逼牙时间一般在6到8月份进行 三当地气候不同 修剪逼牙时间也不同 逼牙的周期两年时间就是隔一年修剪一次 四还要靠控水控肥来辅助它达到短针效果 五在做短针修剪的时候留三到五对针液 其他多余的针液全部修剪了 修剪完一个月左右就会萌发出新牙 两三个月以后等新牙完全长出来了 就可以把老的针液摘除了 这样长出来的新针液绿油油的 看起来非常好看赏心悦目 长针养到短针是一个比较费时间的 有时间有耐心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 假如你真的可以把长针养到短针 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哦 特别要注意长湿弱的松树 不适合去修剪短针 你明白了吗 觉得有用点赞关注